公元十二世纪初 三十万辽军势如破竹直逼北宋都城 兵戎相见成为对话的姿态 宋辽两军对垒大战一触即发 意外和偶然突然降临 打破僵局造就扭转历史的伟大可能 一纸合约终止战争 开启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局面 文明走向新的高度 然而荣耀的光环 遮蔽五倍废驰的隐患 强明环伺 宋王朝该如何破解战争与和平编织的迷局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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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原一零零四年秋天 辽国萧太后率领二十万辽军 对宋朝罚起了警户 就在宋真宗的新光异乱中 南下的辽军向大宋的腹地迅速点进 距离大宋首都汴梁 只剩下二三百米的距离 辽军逼近国都 大臣们一口同声地提出他们的逃跑主张 大敌当前 扣准与逃跑主义针锋相对 他甚至没兴趣打探一下宋真宗的心思 就单刀直入地提出 要斩两位提议逃跑的大臣 扣准是不准备给皇帝留退路的 扣准的意见就是 我们这边一定也要御驾亲征 真宗一定要上前线 扣准为什么要把皇帝弄到前线去 宋军已经打得没有信心了 这是比较要命的问题 所以扣准发现 短期之认要恢复战争的信心 只有这一张牌可出 就是老大 把老大请去就可以了 只有皇帝亲征才能鼓舞士气 一举歼灭来犯之敌 否则将对不起列祖列宗 扣准的这一席话 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无论是谁 都不敢承担伪弃宗社的罪名 留给宋真宗的路 只有一条 愈驾亲征 其实扣准的这个说法 相当的有道理 在边境上束手的这些士兵的营地 都是在开封及其近郊 这些士兵啊 他们的家属通通都是在开封的 这些士兵只是临时的去守边 比如说半年一年 然后就回来了他是灵换制 这叫更述法案 那么扣准现在就告诉真宗说 如果你跑了 你离开开封 那也就意味着 你把那些士兵的家属全都扔了 那么你觉得那些士兵 还会继续守边吗 不会了 所以其实这个话对真宗来讲 应当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提醒 宋真宗就这样踏上了亲征之路 这一路他走得战战兢兢 两天后 宋真宗一行到了围城 前来护驾的河北主力还没有赶到 北方吹来的风夹带着冰雪的寒气 席卷着荒野 越往北走 宋真宗越是感到自己的无助 周围的一点异样 都可能触碰他敏感的神经 离开宫殿的宋真宗 第一次发现 自己变得那么微不足道 也许一只穿过树林的小剑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要了他的命 宋真宗的目光下意识地寻找着援军的身影 心里却惦记着逃跑 辽是倾国而出 说来了二十万人 但这二十万人呢 他是玄军深入 他的大军已经推进到宋朝府地 距离宋辽边境 已经是六百公里 他这六百公里推进来 基本上没有打下来任何一个州级城市 就是他打过大明府 打过荧州 都没有打下来 一块硬骨头都没有啃下来 在这个时期 宋和辽之间的这个战争形势 可能宋朝方面反而占一点优势 宋真宗并不震了下 他没有拼死一绝的勇气 尽管他多次下招 命援军火速赶上亲征的队伍 为他护驾 但直到此时 他仍然不见援军的身影 眼看着辽军一天天逼近 在真宗临时驻扎的围城 他身边的逃亡之意沉扎泛起 宋真宗北伐的意志 再次松动 其实伟城距离禅州 就两天路程了 但是这时候真宗犹豫了 其他人正在打大明府 所以他其实是有点紧张 于是他就在伟城耽搁了两天 然后他在伟城耽搁期间 这时候南逃去金陵那个声音 又响起来了 慢慢地逃跑思想又占了上风 宋真宗想试探扣准的态度 又一次向他发问 难寻何如 扣准绩效群臣胆小如鼠 言论无知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禁与退的利弊 辽军兵临长下 边塞人心惶惶 皇上若御驾亲征 宋军将士必定士气高涨 但若选择南逃迁都 军队就会瞬间瓦解 辽军趁势进攻 宋军即使退到金陵 也会被辽军所擒 扣准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 并没有让宋真宗下定决心 他依然决心不定 心里还是惦记着逃跑 这个做大臣要忠于君主 但是这里边也分一个大忠和小忠 所谓的大忠 他考虑问题是要从千秋万代的江山设计着眼 小忠那可能就是皇帝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我是持着皇帝的俸禄 就听皇帝的话 那么扣准在整个的这个禅渊 这场战争当中 表现出一个大忠臣的一种形象 当时宋真宗是想跑掉或者躲了 不想上前线 有点害怕 但是扣准无论如何他要把他本 把这个真宗推向战场 然后到前线去御驾亲征 扣准无法劝服宋真宗 打消难寻的念头 只能无奈地离开 出来的时候 他遇见随同皇上出征的将军高穷 高穷是北宋进军的最高指挥官 虽不识字 但通晓军政 扣准试探高穷说 太尉深受国恩 今天是否愿意报效 高穷当即表示 愿意为国孝思 在扣准的安排下 高穷向宋真宗祭言 史书上记载 高穷就进去就跟他讲 他说你率领的这个军队 里面的这个将士全都是北方人 七儿老少全都在开封 你如果往南面逃的话 他们肯跟你往南面逃吗 他们肯撇下七儿老少吗 所以你逃不到南京 你的整个队伍就瓦解了 这个比赛你去前线更加危险 此时的宋真宗 从高穷的话里 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 他没有想到南逃的方案 竟然遭到如此强烈的质疑 当宋真宗把求救的目光 投向身旁的侍卫时 侍卫居然也站到了高穷这一边 刑事逼迫之下 真宗不得不听从高穷和扣准的劝谏 勉强断了南逃的念头 从我们中国整个这个古代 这个政治体制而言 皇帝受命一天 而宰相 你无论再厉害 再盛名 你是臣子 按照中国的家法讲 皇帝是父亲 你是儿子 如果你就是直来直去 我反正做对的事情 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如果是这种态度 你的手法不够细语 态度不够远转 这都会产生 这种军臣之间的这种糟糕状况的出现 说扣准在这个处理军臣关系上 手法可能是有点粗 让皇帝感觉到居高临下 咄咄逼人 如果出现这种态势 那就非常麻烦了 变法不强 古老的秦国在改革中成为东方霸主 狼烟四起 匈奴侵袭家园 大汉帝国发出强势力 意志合约终止冲突 宋王朝如何破解战争与和平编制的迷局 远阳海外的超级工程终究结束 明朝降下了最后的船帆 美梦被枪套声惊醒 变革者们开启自救自强的旅程 一步步接近陈州 一步步接近和辽军对垒的前沿阵地 并没有给宋真宗带来胆气 他的心头只有挥之不去的压迫感 自从石敬堂把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 这个草原帝国的势力就伸展到了长城以南 长城的防守意义彻底消失 但是禅州城对中原王朝的屏障作用变得更加突充 因为禅州是在黄河上的一个城市 而宋朝的首都开封以北 就除了黄河以外 其实没有任何的天线 没有任何地理屏障可以隐藏 如果让其单人过了黄河的话 那么他们很快就会逼近到开封城下 会威胁到宋朝的核心 从国都汴梁到禅州只有二三百里的路程 按照当时骑马的速度 每天可行七十里 三四天便可到达 宋真宗一行整整走了七天 11月26日这一天 刺苦的寒风中 宋真宗的车架终于晃晃悠悠地抵达了禅州 他鼓起的勇气也就此到了尽头 禅州是南北两个城 它是跨在黄河上的 南城是在黄河的南边 北城是在黄河的北边 中间当时搭有浮桥 其实如果按地理距离来算 就是一条窄窄的黄河 而且是洞兵的黄河 地理距离来讲 这是一个很小的距离 但是心理距离 是一个非常大的距离 因为其单人 其实就在禅州北城的外边 皇帝如果过河 那么对宋朝军人的这个士气的鼓舞是极大的 究竟过不过河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 真宗的小我跟大我 他在斗争 为了安全起见 宋真宗坚持停留在 位于黄河南岸的禅州南城 面对宋真宗拒不渡河的举动 扣准耐心劝导 宋军的主力都在北城 皇上若是不去北城 御驾亲征就失去意义 更何况各路大军 已经陆续到达禅州 皇上大可不必担心安危 御驾到了黄河的南岸 就要渡河了 要上这个浮桥了 可是他的脸夫不尽 他的脸夫不肯走了 我想脸夫这个犹豫 应当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解读为是真宗的犹豫 这种情势之下 高璇就拿他的手杖 就敲打脸夫的背 说到了这儿了 你还不走 给我走 就这样就等于是把这个脸夫 给打过了河 皇帝御驾亲征 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军事座 这正是扣准一再主张 真宗亲临禅州的原因 真宗渡过黄河后 扣准又让他登上城楼 检阅军队 当皇帝的黄蒙旗出现在 蝉州北城的城楼上时 宋军将士皆呼万岁 声闻数十里 气势百倍 这场战争是一场 虽然是释出一点仓促 但是归国很高 这个宋代这些是皇帝 御驾亲征宰相 就是御驾阵 那各路人马都该来都来了 从辽国这一方面 是太后主持 他也精兵强将 出席这场战争 场面的都是两边的最高领导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是规格很大 宋辽双方相识不下 谁都输不起 历史发展到了这里 扭成了一个死结 恰恰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十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 也就是宋真宗抵达禅州的前两天 辽军主帅萧踏兰 出外侦察地形 多日来 宋军守城不出 禅州城外的野地里 不见宋军任何踪迹 可怕的寂静 覆盖了所有的杀精 埋伏已久的宋军士兵 扣动了手里的激努 利剑 携带着恐怖的风声 直奔削榻烂的灭门 他没有躲过 甚至没有来得及叫一声 就倒下了 射中萧踏兰的 是一种名为床子弩的致命武器 据说这个床子弩的射程 可以达到一千五百米 他不是说靠能力 去搬动这个机扣 不是 他要靠几个士兵 去转那个轴层 转那个轴 才能把这个弓给拉开 所以可想而知 他的射伤力有多大 他们知道萧踏兰 辽军先锋 在这个时候出来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扶下这个床子弩 然后出来以后 就一箭就正好射中 这个萧踏兰的额头 萧踏兰的意外死亡 使整个局势 突然朝着有利于宋军的方向发展 萧踏兰的尸体被抬回了辽军军营 萧太后痛哭失声 史书写下了这样一笔 太后哭之痛 处朝五日 萧达兰这是辽谷的一个 这次战争中的一个金先锋 也是个主帅 在两夜打北国的时候 被射就是萧达干 萧达兰是一个很能战斗的将军 所以他是个核心人物 这个战争中死这么一个大将 实际上这个对军勋来说 震动是很大的 辽军兵临禅州城下 宋真宗忐忑不安 他或许也不会想到 此时真正心惊肉跳的 是辽国的萧太后 辽朝这次倾全国之力 皇太后和皇帝御驾亲征来恭送 他的最核心的目的 应当并不是说要消灭宋朝 他最核心的目的 应当是一战促和 萧太后其实很想在他晚年 解决宋遥之间的这个边境问题 那么怎么解决 一种解决方式就是什么 和平谈判 和是他一开始就定下的目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两军交战 如果你不能在战场上取胜的话 在和谈桌上也是没有你的位置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跟你的敌人去和谈 你一定要有实力 所以以战破和 自古以来都是常用的手法 萧太后深知 战场上的优势将会转换成谈判桌上的筹码 辽军孤军深入大宋腹地六百多里 已经处在危险的境地 况且以二十万兵力对抗宋朝九十万军队 辽军胜算不大 战争打了七十多天 一座像样的城池 辽军都没打下来 眼看着战场上的优势尽失 为了达到以战破和的目的 萧太后决定孤注一掷 再次悬尸深入 抵达禅州城 本来指望依靠禅州一战 重挫宋军锐起 尽可能地在谈判桌上 从宋朝手中夺得更多的利益 起料 禅州未战 主将萧塔兰在侦察地形时 被宋军意外射死 萧塔兰之死的确是 打错了辽军的锐气 应该说他更加坚定 或者是加速了辽方 就是弹劾的这个过程 不是说萧塔兰死了 然后太后就觉得 我们打不了了 但你要想想太后要打 打什么 他能灭宋 他灭不了 我想萧塔兰之死 最核心的影响 应当是在这个谈判条件上 它影响的不是义和的这个大方向 它影响的可能是义和的细节 历史的神秘性 有时恰恰存在于 偶然的突变当中 正是这些偶然将大战前夕的宋条双方 置于更加难以预测的命运之中 战场形势的急转之下 所有的不利条件都在逼迫着萧太后 不得不做出决定 尽快急速战争 促成和谈 面对着严阵以待的宋军 萧太后的这个愿望 能够实现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